感受生活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燕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数理近期文化热点 近日 国家体育总局等14部门 联合印发武术产业发展规划 2019至2025年 规划指出 截至2018年底 中国武术协会认定的 武术之乡已达到100个 规划提出 建立武术产业融合发展机制 促进武术与养生旅游文化传媒教育培训等深度融合 鼓励国内旅行社和旅游景区设计开发 包括武术体验内容的赛事观摩运动体验 遗产观光节庆会展 沿学旅游线路产品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 报告显示 我国文化市场繁荣发展 2018年 全国电影票房收入609.8亿元 比2012年增长1.9倍 电影院线拥有荧幕6079块 比2012年增长3.6倍 荧幕总数月居世界第一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及中俄建交70周年 由中国美术馆和俄罗斯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 中国美术馆国际美术作品捐赠与收藏系列 瓦联金·西多罗夫·安德烈卡瓦利丘克艺术展 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展出油画雕塑作品共59件 包括沈文官 伦伯朗 安静的傍晚 葡萄园等 两位艺术家还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12件 其中有5件西多罗夫的油画作品 7件安德烈的雕塑作品 西多罗夫和安德烈两位艺术家 长期致力于俄罗斯艺术事业的发展 均或人民画家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称号 相继接任俄罗斯美协主席33年 展览将持续到8月11号 我国首部4K全景声乐剧电影《白蛇传情》 近日在北京举行观摩放映 影片使用前沿4K技术 大量视觉特效在大荧幕上 呈现出了白蛇传的宏大场景和经典桥段 赢得观众和专家一致好评 当五百年的乐剧 家与户晓的传统爱情故事 与前沿的电影技术相遇 会产生怎样的观影效果呢 一起先赌为快吧 巨浪波涛汹涌 直冲金山寺 昆仑山顶白雪哀哀 巨树参天 这些在戏曲舞台上 只能通过写意表演去感受的情节 在《白蛇传情》这部影片中得以实现 观众观看之后大呼过瘾 没见过一部戏曲电影 就是把世效这一块做得很好看 而且它的国分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特别好 尤其是刚刚看完的那招嘛 今天来看那个月之电影《白蛇传情》 我的感觉就是我们中国越来越多的传统故事 跟我们熟悉的一些传统人物 已经更多地搬到了大荧幕上 《白蛇传》家喻户晓 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 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描述的是宋朝一个修炼成人情的 蛇精白素贞与许仙的曲折爱情故事 以此故事为原型 拍摄过多部影视剧作和动画片 上世纪50年代 乐剧红派曲腔代表《红剑女》 演绎了乐剧版《白蛇传》 在广东地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此次电影版《白蛇传情》 是在2014年同名舞台版乐剧的基础上 进行的创新和发展 以情为主线贯穿全篇 更突出内心气 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人 刚刚是承上起下这样一个阶段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前辈 就留给我们的一些保护财富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传承下去 好好的就把这些东西保护起来 然后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 必须要有自己的表达 必须要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去创作 从2018年3月建筑以来 如何将电影和戏曲艺术进行深度融合 拉近戏曲与年轻观众的距离 是乐剧电影《白蛇传情》主创团队 一直探索的问题 影片在以往戏曲电影的基础上展开了大胆探索 传统戏曲电影多数在实景上拍摄 保留较多戏曲舞台感 而《白蛇传情》超过90%的镜头为特效画面 从观感上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其中水漫金山的特效场景更是长达6分钟 精彩的视觉特效将白蛇故事 与乐剧韵味巧妙融合 唯美灵动 特别是《水漫金山》这场戏 是大特效 水的这种特效 而且水的特效非常难做 那么我们在舞台上 在表演《水漫金山》的时候 无非是用水秀的方式 用象征性的手法 但是电影一定要把它写实 而戏曲舞台是虚写的 是吧 它是用象征性手法来写的 它用那种水秀的方式来表现 那种水浪一浪高过一浪 但是我们电影是用电影特效的方式 这是一个结合 特效设计从画分镜图开始就着手 美术组一共画了超过600幅 三亿七道 为的是贴近故事发生在南宋时期的背景 将宋代画风融入 水墨 留白 使得影片整体展现出传统戏曲的高雅之美 当下就是我们电影接受西方文化比较多 我还是希望能够把中国文化介入进来 比如中国传统的文化 比如水墨 写艺 更讲究的是气韵 更讲究留白 那我觉得这是西方文化所不存在的 来自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特效团队 为了满足导演写意的风格要求 在每个场景的视觉设计上都下了一番苦功 制景部门根据气氛图 设计图 在短短一个半月时间内打造了十个制景空间 这十个空间都是栏目拍摄 大量的抠图 建模 合成工作 后期制作整整用了十个月 我们其实想把这部片拍得更像中国的宋代的绘画 因为宋代绘画就达到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 所以我们想把它宋代绘画介入进来 那么就是拼起掉了很多西方的那种表现方式 但我们介入了它的技术手段 比如说在特效的实现上 三维技术 合成技术 把它介入进来 帮助我们实现我们中国传统艺术上的一些精粹的东西 因为传统的戏曲表演 为了让台下的观众看清楚 形式会比较夸张 外化 讲究身段 但这些经过电影镜头多角度 多景别调度后 多少会显得水土不服 所以为了将传统戏曲表演 更好的融入到电影表达中 演员的表演方式进行了不少的改动 特别是几个武打动作调整了三天 转身走了以后我再转一次 因为戏曲的武打戏它是舞蹈 它不是武打 它是用舞蹈来展示它的功夫 比如说刀跟刀 剑跟剑之间是有距离的 那么这种距离如果说放大到电影上 那观众会觉得你就会比较假 没有赶紧就请了一个电影的舞者来指导这个舞打戏 那也是个问题 就是说你虽然是很激烈 很真实 很刺激 但是的话失去了戏曲舞打的那种魅力 戏曲舞台表演是我们的长项 但是到了镜头以后我们就可能就是要调整 就是这个整个表演的那个节奏也得调整 因为在舞台上可能我们离观众的距离非常远 可能最近的也有十几米吧 所以我们的表演又必须要非常夸张 然后才能传递给观众 但是在镜头上我们还是那么夸张的话 那么观众看的就不真实了 所以就是在这个表演的那个过程中 我们每天拍都在调整自己的情绪 2009年有着500年历史的乐剧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面临着传承发展与创作的新的时代课题 2017年底 广东省开始推行4K影视产品开发 传统戏曲民间艺术等一批传统艺术影像化的项目提上了日程 此次电影《白蛇转情》正是在此背景下 运用国际顶尖特效制作 加上中国的绘画艺术风格 实现传统艺术的跨界融合 你进了电影院之后 你完全获得一个全新的沉浸式的这样一种感受 这次整个把电影的舞打和舞台上的舞打 加上电影特效完全融合在一起 那么你就能够获得一种全新的这样艺术享受 所以实际上这样更有利于经典文化的一种传播 正如主演曾小敏所说 必须要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去创作 而借助新的科技手段 运用电影语言展示传统之美 无疑为活化传统戏曲 打造具有市场潜力的民族经典IP 带来新的发展思路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不仅有机会 赢取演出门票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与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